我要請陳柏惟評論一下 你們 你以前是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是 所以你們在出訪 訪問團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在對對方這個受訪的這些人 做身家背景的調查 然後我才決定我要去出訪 先給我衛生紙 我沒有出訪過 怎麼辦我戳到3Q的痛處 好沒有關係你可以講 這就是為什麼討厭中國的關係 什麼武漢肺炎沒有代表直接贏 我做國會議員 那外交部有都有便宜上 要我們處理看東西結果都沒辦法出 好 但是我正常邏輯講 今天都不要講國防外交啦 今天你朋友打電話約吃飯 那一桌的人有誰你都不一定認識 對不對今天朗東說 有幾個朋友想跟你認識一下 我們就桌一桌起來 然後結果出來 那個刑期加起來三百多年 我怎麼知道 我是信朗東 我又不是信那個在座的所有人 就算是 真的 就是大家都是這個朋友 他們也已經扶完心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吃飯的行為 你要我怎麼樣 那再來是如果啊 他們把大麻合法化妖魔化 就是意思就是拿這個字很驚悚 吃喝表賭 偷牆拐騙 煙酒賭賭 大概都是這幾個嘛 你把這幾個字拼在一起 然後貼到某一個人身上 然後就說任何跟他吃飯的人 都是有意圖的 那我簡單問一句啦 跟徐巧心吃飯的 是不是 詐欺嫌疑犯 挺詐騙 跟這個 傅崑奇吃飯的 是不是挺內線交易 跟林陶吃飯的 就是挺 他那個 GE55天那個是什麼 造謠 挺造謠 我都還記得 跟陳雪生吃飯的 挺性騷 挺性騷 所以這一些 他們都是有判刑的 我有爭議的 有新聞的那個 吵架的政治語言的那個不算 這些都是有判的 只有一個沒有判的 目前還沒判那個叫徐巧心 但是他是家人有連結 但是他的家人有連結呢 又在他們的國民黨黨員同志說 如果一個人家裡有詐騙 那你他的話不要信 所以這樣子又連起來了 我跟你講很低落很低劣啦 政治你可以用論述 你可以去講說 民進黨遇到四個 國會議員 我遇到八個 你看像這一張就很好啊 朱立倫 你看他的那個動作 就很麻糬啊 他這個動作做出來的時候 說不定在抗人家的雞嘴骨 抗背啊 對不對 表示我們很熟啊 可是你看民進黨 你看一個人一個位置 這樣 全面沒色塞這樣 這樣子就過了嘛 這不是 這是林陶跑出來 為了轉移自己怎麼樣 轉移自己 可能施壓的這個焦點 那我就簡單講啦 如果這個是價值觀的禁足的話 民進黨跟國會議員吃飯 是國民黨所不接受的 那國民黨認為的國防外交 那個廚房應該要做什麼 第一個要朝聖咖啡廳 啊對 第二個要觀光購物雪瓶時間要增長 沒錯 第三個要對外交人員灌酒 要使喚外交人員 要威脅找立法委員修理外交人員 最後還要在飛機上看那個外交人員哭 這樣子才叫國民黨的外交價值 林陶你確定你要這樣子講呢 趙搖范 沒錯 所以呢經過3Q這樣一講 大家就知道這整件事情 林陶有多誇張 國民黨有多低階 實在是沒水準到不像話